远景騎車狂催油門要衝現場 執行小客車疑似反應不及大力狠撞 將远景撞上引擎蓋 金用機車也噴飛 金用機車幾乎解體 臨界噴滿地造勢兵士車車燈 破裂車頭凹陷 远景受傷送醫 數號下午5點多 受傷的远景接到勤務要趕往現場支援 經過北市大安敦化南路一段 遭到一輛疑似 未注意車前狀況的兵士車給撞上 警車趕往現場均有開警示燈及民警報器 詳細的造勢原因還需要再釐清 另外在內湖康樂街 也有女乘客下車後 遭到計程車倒車撞到腦出血 原來司機當時想倒車回轉 未注意到女乘客站在後方 僅重重狠撞他 造成其輕微腦出血 本案以交通事故案件處理 而疑似未注意車況發生意外的 還有中和修朗橋上的油罐車駕駛 油罐車疑似右轉時 擦撞到一旁機車騎士 導致對方右腳骨折緊急送醫 但由於撞擊現場沒有監視器 怎麼撞的警方還要再釐清 這楊潔彩山藏報導